有请主持人赵转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在这里要感谢 虎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内 打开图牛APP 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拉房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赞助 感谢拉房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来收看 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华谊嘉欣的副总裁 许伟 许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寇乃鑫 寇老师 大家好 爱情导师 涂磊 涂老师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 一些基本的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年多了 认识的时候 是一个很有人的机会 我觉得他很善良 很可爱 于是就追求他 交往之后 我对他特别的好 很细心的照顾他 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却突然跟我说 要跟我分手 我真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要跟我分手 我实在是想不通 却好不了 像一片刺青擦不掉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能看不到吗 我倒是有满满的疑问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年轻的朋友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天 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天 22岁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恋爱多久了 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因为我们就是大学同学 一块的都会上大课 就是当时要下课的时候 我抱着书 还有水杯什么的 就往下走 他就是匆匆忙地就往里边跑 把我给撞倒了 当时我是一见清新了 你是故意的吧 只是以前见过 稍微有点注意 后来我就一直追他嘛 一直追 对 然后生病了 我就给他送药 给他买饭 然后下雨了嘛 赶紧给他送伞 然后天热了吧 就赶紧给他送冰的饮料 这追了多久 两三个月 也不容易啊 是不是追到手之后 就对人不好了 肯定不是啊 我对他特别好 你要对他真的那么好 他怎么会对你的爱 视而不见呢 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对我是 就是也是挺好的 就因为其他的事嘛 因为就是 他的就像有些做事啊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感觉 他越来越不靠谱了 哪有不靠谱啊 他咋不靠谱 当初毕业的时候 我家里就给我找好了工作 他就说 想让我跟他留到 就是施家庄 我当时还不是为了 咱俩不分开吗 到时候异地恋 可能产生的问题 就更多了 可是其实现在的问题 比那样还多 对 咱们先说施家庄 这件事啊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什么呀 说是你家里给我安排工作 不会比我家里待遇差 那我相信了你 我跟你留到这了 那现在呢 还不是我自己找的工作 等于男生吹了个牛是吧 对 说家里给你安排工作 其实没安排 是你自己找的 是吹牛了吗 当时我是认为家里能给他安排工作 你跟家里人说了吗 我跟他们提了一下 然后当时他们特别忙 也没顾上 就是太人家 反正就是吹牛了呗 他不光是这样 跟谁都是好哥们那种 没事的 跟人家说 这是我兄弟 咱给他找对象嘛 把我闺蜜介绍给他 我跟我闺蜜说了 我闺蜜就是也挺上心的 后来我就帮介绍一下 是你认识人家吗 人家想找对象了吗 我当时并不清楚那个状况 因为我看在学校 都是孤孤单一个人 我以为他没有对象 然后他个方面也挺好 那人家跟你熟吗 人家在学校外面有对象 这个你知道吗 我室友确实跟他是好哥们 那你说你把我哥们弄 什么样的一个女生 被一个男生都不搭理 那你让他怎么想呢 就因为你 因为你的不靠谱 他现在都不搭理我了 而且他还以为 是我跟他合计回来耍他呢 他就老是跟我胡说八道 说跟这个官校 跟这个官校咱成兄道弟的 我们学校就是 都会有几个驾校嘛 大学 他跟人说聚会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谁报驾校啊 没事 我认识 可以给你便宜点 便宜了吗 然后后来呢 我真不好意思 说他这个事了都 因为就是 后来就是有几个同学 就是想报驾校了 说你不是有手人吗 然后就说 行 那个 给我介绍介绍吧 我确实是认识那个驾校里的人 但是他不是最后排版的 我找他去了 然后他说领着我去 然后结果他上级不同意 就是那个便宜 便宜了吗 后来 没便宜 但是我自个儿掏腰包 把那个插架补上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兄弟说呢 今天就一个 你给他补插架 那明天呢 后天呢 10个 20个 你都给人补插架吗 但是因为当时 跟人家说好了吗 我也不能自个儿打自个儿脸 毕竟是一个同学 你就打住脸充胖子呗 好好好 这就别吵了 这听着确实有点不靠谱 除了不靠谱没别的吧 他全是不靠谱 他对你来算好吧 不会勾三搭四吧 哎呀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 我乌鸦嘴 他手机里边 龙共就没有多少好友 但是一大多半都是女生 他跟我说 那是兼职认识的 那咱说这个事 你说搁谁身上 谁不误会呀 我跟你说过吗 你做完兼职了 你就把那些女生 就是不联系了就算了 把他们删了 那你怎么做的呢 这不是为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但是除了兼职以外 我们也没有其他联系 你多个朋友多条路 那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看见 我男朋友手上 全都是女生 那你让我怎么想啊 那问题是 你多的每一条路 没有一条是通的 手机里都是 其他的女生 是平凡联系 还是就是女生啊 而且凭时我俩逛街 总共一个星期 超不过两天逛街时间 就出去逛逛呀什么的 他没事的 就在那打电话 或者聊 可是说你手机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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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一个劲地想 我说他吧 他就嗯嗯 然后走老远 去给我接电话 跟谁聊啊 我在我看来 就是那些女生 不是啊 基本上都是工作上的事 打电话离他远 这是我长久 一来养生的习惯 因为我不习惯 就是接电话的时候 对对对 我知道我明白 就是在电话里 谈那些上千万的买卖什么 是吧 这个不能给别人听去 伤机无限 那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要躲着我吗 姑娘 那我其实特想问一个问题 给闺蜜介绍男朋友 对 在驾校的补差价 嗯 跟同学的吹牛 这一系列事情 都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前 他都这么不靠谱啊 你为什么还愿意 跟他在一起呢 其实就是在我心里嘛 他就是在这些方面 他是不靠谱啊 就是怎么说呢 当然我对他好 你怎么对他好的 我平时也给他买这个礼物 送花什么的 然后就是肯定不让他 比别的女生差 可是那些我说过 像买花买礼物什么的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就想咱俩 平平拿攒一块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呢 后来他又跟他兄弟借钱 说是我要他花钱 我没那么说 我就是随口提了一下 你随口提 你为什么要拿我出来当借口呢 你这样让那些兄弟 怎么想我呢 一个女生 跟自己对象要钱花 但是我跟你要过吗 我没有说你跟我要钱花 我就是提了那么一下 是为了给你花钱 然后关系再好 他借钱也总得有个理由吧 那你想过我没有呀 在你兄弟眼里 那我就是个物质的女生 我跟你在一块 我就是为了跟你要钱花的 但是我借的大多数钱 确实花在你身上了 我明白了 听明白了 女生虽然不物质 但是男生要扮演的很物质 是吧 因为我不想让他比别人差嘛 就是别人搞得像有的 那你有那实力吗 我虽然借钱了 但是我平时兼职 就是借钱的时间肯定不长 基本上都是两三天 就给人还回去 兼职 你还好意思说呀这个事 你说说 我平时看你手机 你手机里边 跟那些女的合照 是怎么回事啊 那都是就是兼职活动完了之后 人家非得跟我合照 我也不能拒绝 你不能拒绝 那如果我和别的男的 我俩合照 我也说是兼职的关系 你会怎么想我呀 不是他们合照到什么程度 就合个照有什么呀 脸都快贴一块了 挺有魅力哈 你都给那些女生 说了些什么呀 我没说什么 他们那么愿意跟你照相 就是一般情况下 都是我给他们介绍工作嘛 你真给他们介绍工作啊 不是 就是介绍兼职 普通的介绍兼职 你能给人家 介绍几个好的工作呀 你还这么说 你就老是胡说八道吧 你就不肯说实话你 姑娘那你现在的意思 什么意思 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她现在这么越来越不靠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就交给老师们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有一种人 我们叫三拍男人 拍拍胸脯 答应了没问题 拍拍腿 哎呀我这么给忘了 然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我觉得你也面临这个情况 这回是女方主动要走了 兄弟我们能不能活得实在一些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 本来没有 不是自己能力所及的那些事情 要去答应 要去告诉别人说我可以做 因为大部分都是三五个关系好的 男生在一块吧 平时一起打打球 吃饭上上网 然后吃一个牛的吧 就挺平常的 其实就是虚荣吧 差不多吧 每个人都有虚荣 但是正常的人是知道一个度的 知道什么事情我能答应 什么样的虚心在怎么样情况下 能得到小小满足就OK了 但是你不一样 你已经是用一个谎话 再去套另外一个谎话 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了 而这种行为方式 我相信你周围没有非常好的朋友 即使有 也被你一次一次这样的吹牛 实际的情况然看到气你而去 甚至于让人家看不起 你以为你贴补了中间的差架 大家就觉得你很厉害吗 你能证明什么呢 只是刷这种无谓的存在感 我们还是要回到根本 脚踏实地地做人 才有可能给到自己的女朋友安全感 其实貌似我们嘻嘻哈哈听到你说那些事情 我们觉得挺可笑 但是在你的女朋友心里听到 感觉很难受 踏踏实实地 坦坦荡荡地做人 对你女朋友 包括对你周围的朋友都要 以真心换真心 否则你先失去的是朋友 最后失去的就是爱人 小天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父母亲爱你吗 我不明白一件事 你觉得吧 我恨你还没有记住 我却不不够 那我还没记住 我的朋友 我一直以为你 你警方便继续 我还能试识 我还能看到你 我希望我已经不拐绝了 我一直以为你 尽管是我 一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用数落、嘲笑的方法对待一个男人 他永远不会成长,他只会崩溃 而男人要守住承诺、扛起责任 才能做一个被信任、被爱的男人 不轻诺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故人不负我 不要轻易地许下承诺 你就不会辜负别人 不要轻易地相信承诺 别人就不会辜负我 你的这种基货 第一集急移动 人不把省发戏 您知道这种情节 不可以远 kunt 雖然之间 不必长,对 js不太 MAT 你长,我们可能会员 你不听不听 是 死长,七 每鸡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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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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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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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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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改吗 呜 踏踏实实的工作 好吗 呜 恭喜你们获得了 由思布天使之妹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尤其我们的小花筒 来 有请 来 有请 pwppd b7-3-8x-6 steve ter suchquier 他们这个广告语特别好 叫给你想要的美 咱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 庄严而浪漫的时刻吧 老伴 我吹过很多牛 但是有一个牛 肯定不会被吹破 那就是我会一直对你好 直到永远 那你能靠谱点吗以后 能 你会嫁给我吗 请亮灯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获得由图牛旅游网 提供的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 开始吧 停 祝你们幸福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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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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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觉得还是一个 挺温馨的一个场景 下面这一队是有着 很多的人生经历的一队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 来 我们已经会有15年了 这15年当中啊 确实也有痛苦 也有快乐 酸甜苦辣都有了 去年呢 因为我确实受不了 他这个皮疙瘩 去年4月我们就离婚了 现在呢 他又想和我复婚 我也想复婚 但是呢 不知道我们这婚 该不该复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复婚以后的 会不会幸福 确实说我很纠点 也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曾经的夫妻 会重新走在一起吗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宁先生 35岁来自安徽 女嘉宾盛女士 37岁同样来自安徽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哈 结婚多少年 结婚15年了 有孩子吗 孩子14岁了 是个儿子 跟谁呢现在 现在跟我前夫 离婚多少年 去年4月份离了 为什么离婚 他老是打我 老是打我 一直都没有改 打怕了 第一次嘛 我记得很清楚 我儿子不是半个月的时候嘛 因为我们家里边 就那时候很穷 我们的经济来源呢 都是靠父母 我就说半个月了 我自己也能洗洗 那个尿布什么的 我说爸 妈 你们找看看哪天 出去就是打工吧 然后他听了 他就是打我 等于你还没出月子是吧 对 半个月的时候 他就打你 对 原因是你希望 公公婆婆出去打工 他就打你 为什么打他呀 爸爸妈妈辛苦 我们承认这个家 他自己想什么出去 就是你出去 你干嘛你还能出去呢 那你可以好好跟他说 你干嘛打他呀 这是第一次打是吗 挺接着就是孩子 几个月的时候 孩子不就是说 他在屋里睡着了吗 我就到眉口串一下眉 回来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儿子睡觉 就是说一回醒 一回醒的 我赶快就回来了 你小孩这么小 你不在家看他 你干嘛出门 我看我回来的时候啊 主任你不知道 回来的时候他就这样 挡着那个门 我就知道我会给他打的 我就进去了啊 赶快就去抱着孩子 然后抱着孩子的时候 他又是我打我一顿 小孩这么小 你干嘛出去串门 你 不是 我家给他带他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带呢 他在家里了 他妈和他都在家里了 我在家我后妈带他不放心 谁不放心啊 他不就出到邻居家 串了个小门吗 孩子睡个午觉吗 主任呀 他是全面理由 他每次打我就是说 我打过你了 你应该爱打 我就该打你的 他每次都是这样子 你知道吧 就是他认为打你是一个 我有错 那就说打你是个家常便饭是吧 他打你最狠的一次 是为什么事 你还记得吗 打成什么样 还有很多了 就是说 不太狠的一次 家里不是买鸡蛋吗 买鸡蛋呢 他和几个朋友在打牌 我就说 老公你和我一起去买个鸡蛋 等一下你提过来 我只让他跟他说了 他不和你一起去买了吗 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牌 买的重点 一点面子都不光 你就让我起来 他确实说 跟我一起去了 跟我一起去了呢 很生气 买好了呢 他也不主动提 我就说 你买鸡蛋怎么不提 你看你每天打牌打牌 这样子 好像我说闹了他 你不管这个鸡蛋了 上起来就往我脸上收 现在当时 我那个眼睛都冒那个火花 都看不到什么 在我看不到什么的时候 可是吧 他老家有那个 杨怀木刀那个板子 很重 拿起来就打 那个朋友厂 你干嘛不过面子你 我起来的时候 有人你不知道 我起来的时候 我起不来 跟民主起不来 打得这么想 你的面子就是打老婆吗 不是 他跟朋友厂 一点面子不过 让我去买鸡蛋 我给他去买了 不是 这不是过日子必须的吗 这有什么不给面子的 他跟朋友厂 那一点面子这么多 行吧 反正就是 我这么听起来 就是十几年的婚姻 一路在打是吧 那你去年 为什么离得婚啊 去年呢 就是说 两个月下班上去买菜 我儿子喜欢吃那个鸡爪 我就多买了一点 这个店主呢 是我的女朋友 我就和他多聊了几句 他就问我 你怎么买这么多的鸡爪 你没三骨子 能吃到完吗 我说 多煮一点 放在那里 就我上网的时候吃 我就是这么说了一句话 回到家里边 我看他那个鸡爪 很大的一包鸡爪 往我脸上就去撒 我就一个一个捡起来 本来你上网聊天 我就说 我就 我就 我就捡那个鸡爪 我就一个一个捡起来 行 我听明白了 不管什么原因 打人都是不对的 是 我知道 知道吧 但是在这一段事件当中 男生提出了一个就是 没有 妻子是上网聊天的 不是 上网聊天的 是的 他就是上网聊天 我就是和我朋友了 同学了婚了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是吧 你上网了 你老师跟家视频干什么 这是很盛长的事 他跟什么人视频 男的 男同学了有什么事 其实男同学哥们俩都 已经结过婚了 然后你老婆也在的 好 我儿子也在的 好 男生 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在你跟女生的婚姻 存续期间 锐声铢 正如末 词 子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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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工 问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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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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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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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